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發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特斯拉在昨天 剛公布了去年第四季的財報 所以今天有許多的消息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其中包含特斯拉在美國 才剛大降價沒多久 沒想到 他的Model Y 竟然悄悄漲價了 另外除了財報數字 以及特斯拉這間公司 在今年的展望之外 許多人也非常關心了subtract 以及自動駕駛系統的 Hotware 4.0 都有最新消息出來 以上這些 都會在今天的影片 跟大家一起相聊 一如以往 如果你覺得我整理的資料 對你了解丟動車 尤其特斯拉有那麼一點幫助的話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 幫我按個讚 各位這一秒鐘的小動作 對我就是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另外首次來到我頻道的新朋友 也記得按下追蹤鍵 在日後就不會錯過更多 你可能有興趣的話題囉 接下來我們就先從特斯拉 怎麼又漲價了 開始聊起吧 這漲價的消息出來 確實讓人有點意外 因為特斯拉在美國大降價 也不過才兩個多禮拜的事而已 細心的朋友可能有發現 在前天 美國的Model Y長程版 從原本的52,990塊 巧巧的漲了500塊美金 來到了53,490塊美金 這個漲幅雖然不大 但最近有要下訂的朋友 有些細節 可是要特別留意 如果你想要拿到來自聯邦 7,500塊美金退稅的話 記得你的五人做Model Y 在稅前定價不能超過 55,000塊美金 也就是說在這次的小漲價後 在硬體的升級上 要特別的留意 以往我們還有2000塊的空間 可以做硬體升級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不同的顏色 再加上白色的內裝 但現在呢 大家只剩下1500塊左右的空間了 所以升級20吋輪胎 或者紅色車身已經是不可能了 除非你一點都不在意這7500塊的退稅 另外如果你的內裝想要選擇白色的朋友 你的車身沒得選就只能選擇白色了 以上這是在美國最近才想下訂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點 根據特斯拉官網 你的車必須要在3月以前交車 才能符合這7500塊的退稅資格 不過還好 現在下訂基本上在3月以前領車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 這是特斯拉什麼樣的神操作啊 為什麼在大降價後 沒多久就開始小漲價了呢 首先我想最大的原因 還是因為供需啊 根據馬斯克昨天在電話會議上表示呢 特斯拉在大降價後 光是1月的訂單 就已經是產能的2倍以上了 所以當市場開始公佈應求的時候 廠商這邊開始漲價 這是再常見不過的事了 不過特斯拉還算佛心啊 依舊把價格壓在55000塊美金以下 讓大家還有一點空間可以做小升級 但同時這個小漲價也透露一個強烈訊號 就是特斯拉現在賣的非常好 而且他隨時都有可能繼續漲價哦 如此一來相信可以有效刺激 本來還在觀望的人 趕快入場下訂 進而可以讓今年第一季的訂單 表現更為亮眼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觀眾 因為看到特斯拉開始漲價了 趕快下訂的呢 如果有的話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哦 再我來看 特斯拉這漲價的策略是非常聰明的 雖然他漲價的幅度不大 但依舊可以創造出一些多餘的獲利 除此之外 我相信這也可以把所有潛在訂單 全部都給炸光光 這對其他車廠而言實在是太無情啦 另外車主這邊依舊還可以享有來自聯邦的 7500塊美金退稅 所以呢可以說是雙贏的局面 因此我覺得特斯拉這一波漲價呢 實在是漲得太聰明了 不過雖然想要漲了一點回來 但特斯拉兩個多禮拜前才大砍了20%的售價 我們應該擔心特斯拉的獲利能力嗎 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昨天剛公布的第四季財報囉 在進入下一個主題之前 安卓在這邊要先感謝海華希瑞 這間移民律師事務所贊助今天的影片播出 大家應該知道這兩年多來我仍一直在美國 沒錯我自己是身為一個第一代移民 所以我非常了解移民的各種酸甜苦辣 我想每個人想要移民的原因都不盡相同 但大部分的人為了就是更好的機會 更多的自由以及給下一代更好的環境 為了減輕大家移民路上的辛苦 這時候海華希瑞這間律師事務所就出來啦 他是一間自1983年在加拿大成立的 專辦移民的律師事務所 所以年資也算是非常悠久的 他們前前後後在全球已經幫助過 超過上萬名的申請人獲得移民的身份 而且他們跟許多國家的律師都有合作 成立了全球律師聯盟 為了就是可以確保各位的移民項目安全 以及增加成功率 他們不但從由專業的顧問幫各位集成移民方案 並且交由資深律師進行申請之外 甚至連後續的貨幣身份 稅務規劃 教育銜接 以及免費安家落地等等 完全是一條龍一戰式的服務體驗啊 目前他們是首推加拿大移民條件並不難 只要雅思四分起擁有大專學歷以上 金額大約80-100萬人民幣 並且有多個省份任均挑選 大部分的人一年半到兩年左右 可以全家獲得枫葉卡 如果你比較喜歡歐洲地中海風情的話 馬爾他移民也非常適合你 資金只需要100萬人民幣 同時可以一家四代一起移民 最快只需要6-8個月的時間 就可以獲得歐洲身份 雖然我自己沒這個機會使用他們的服務 但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透過我螢幕上方的QR Code 跟他們聯絡 他們將會由資深的移民專家 以及有牌的律師 幫各位做免費的規劃方案 我也澄清希望想要移民的各位 可以一帆風順 安卓再次感謝海華希瑞贊助今天的影片播出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特斯拉 先說結論啊 特斯拉的表現是比我預期的還要更好 尤其在他車輛的毛利率上 這個正面的情緒 從今天的股價可以看得出來 在我露營的當下 特斯拉的股價正以8%到10%左右的成績上漲當中 去年第四季對特斯拉來說是一個大轉變 尤其在12月的時候 不只是在中國 甚至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等地方 特斯拉都開始進行降價出售 即便如此 特斯拉在第四季的總營收 依舊來到243.18億美元 與前年同期相比是增長了37% 另外對於普通股東的淨利潤呢 也來到了36.87億 對比前年同期相比是增長了59% 這兩項呢 雙雙破下特斯拉的新紀錄 但因為受到降價的影響呢 每輛車的毛利率是來到25.9% 算是過去5季以來的新低 但坦白說這樣的成績 已經是高過我的預期了 而且以自車業來說 能夠拿到超過25%的毛利率 這根本是做夢裡才會發生的事啊 這也是我之前一直在講 當經濟開始下行時 特斯拉會比其他車廠還有更多的空間 來進行價格戰 這個觀點在去年第四季 以及今年第一季 特斯拉可以說是表現得非常清楚 去年整年下來 特斯拉的營收來到了814.62億美金 對比前年相比呢 是成長了51% 而近年的部分則是來到125.56億美元 同比增長了128% 這個成績真的是非常驚人啊 去年一整年特斯拉總共生產了136.96萬輛車 交付了131.39萬輛車 所以總體而言 特斯拉在去年的表現依舊不俗 尤其考慮到去年下半年啊 其實景氣已經開始在放緩了 對於今年馬斯克是預估 如果沒有任何外在因素的影響下 像是疫情在起啊 封城等等的 特斯拉是有可能達到200萬輛車的產能 但考量到這些外在因素啊 馬斯克是非常保守的 給出180萬輛交付量的目標 不過要達到這麼大量的交付量 民眾能不能夠負擔得起 就變得至關重要了 馬斯克在電話會議裡也說到啦 他認為許多想購買特斯拉的人 卻負擔不起 但過去這一波價錢調整後 對於普通消費者的市場 確實是產生了影響 包含我身邊有許多的朋友 都趁這次的大降價 紛紛入了坑 其中有一位前天才剛領的Model Y 如果你想了解德州產的Model Y 它的品質如何的話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如果有不少人有興趣 我會幫大家做一支開箱影片 所以很明顯的特斯拉 今年將會以充銷量為主要目標 我也非常好奇 在3月後美國Model Y的定價 要落在哪邊 才能繼續維持這樣強勁的需求呢 畢竟對消費者而言 來自政府的補助減少就是變相的漲價 那那個時候特斯拉又要怎麼應對呢 另外還有一項可以幫特斯拉充銷量的 就是Cybertruck的 只是很可惜的在這次電話會議上呢 Cybertruck的量產時間 看來又要被推遲了 馬斯克說在今年夏天 Cybertruck將會開始進行生產 但是要大量量產呢 必須要等到明年2024年了 這根原本最一開始宣稱的 在2021年會開始進行量產 以及去年底最後更新的2023年底 開始量產相比呢 看起來時程又往後拖了一段了 但我想等到這邊的車主 對於特斯拉的Cybertruck一再拖延 我想也已經麻痹了 不過好消息是 事實上他們還是有些進步的 包含了特斯拉這週二才剛宣布 計畫在內華達州的Reno 赤支36億美金 興建兩座新工廠 其中一座是要拿來生產Semi大卡車 另外一座呢 主要就是要生產4680號新電池 另外我在之前的影片也跟大家分享過 在德州超級工廠這個世界最大的鑄造機 也已經開始進駐 同時特斯拉也表示 正在研發一個新的車輛平台 細節的部分 將會在三月的時候跟大家公布 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在今年領到Cybertruck的話 機會不是沒有 只是非常渺茫 除非你是那萬中選一的特斯拉奇才啊 最後要跟大家聊聊 許多人非常關心的Hardware 4.0的升級 有許多跡象表明關於特斯拉下一代自駕硬體系統的Hardware 4.0 它的更新隨時就要來到了 根據目前有限的消息 我們知道除了鏡頭部分解析度將會大躍進之外 而原本已經被拔除的毫米波雷達 也有可能會以另外一顆高清雷達回歸到特斯拉系統裡 為了應付自駕駛可能會面臨到各種不同氣候 在鏡頭模組上更加裝了加熱以及風扇等功能 所以從Hardware 3.0到Hardware 4.0可以算是一個大躍進 所以我們這些現任車主最關心的就是 我們的車有可能可以更新到Hardware 4.0嗎 在以往特斯拉對於有購買Forsal Driving的車主 是有提供Hardware 2.0或2.5版可以升級到Hardware 3.0的機會 所以我相信現在大部分車主都跟我一樣 希望未來Hardware 3.0有機會可以升級到Hardware 4.0 但很可惜的這個夢想昨天在電話會議上可以算是破滅了 馬斯克說Hardware 3.0要升級Hardware 4.0 不管是成本或者實行上難度都非常的大 所以光是經濟上的考量基本上就是不可行的 那我相信許多人就會質疑特斯拉當時賣車的時候 不是說你的硬體都已經符合自動駕駛所需要的條件了嗎 他說雖然Hardware 3.0表現會不如Hardware 4.0 但是他相信即使是Hardware 3.0 他的駕駛表現也會比普通人還要更安全 他舉例說假設未來Hardware 3.0可以比一般人駕駛還要安全2-3倍的程度 而Hardware 4.0就是會比一般人駕駛還要安全5-6倍的表現 而之後也將會有Hardware 5.0推出 最重要是他們有沒有辦法提升道路上的平均安全性呢 對於馬斯克這樣的說法不知道各位觀眾你們買單嗎 我自己是覺得Hardware 4.0會比Hardware 3.0還要更進步 這是無庸置疑的雖然不能升級有點小小遺憾 但我覺得特斯拉至少要能達到當初給大家的承諾 就是即使Hardware 3.0也要能做到真正的全自動駕駛這項目標 直到目前我依舊覺得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畢竟早在三年多前馬斯克就已經公開宣稱 特斯拉即將要完成LV5的自駕等級以及無人計程車等技術了 但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馬斯克最近已經越來越少講到 關於LV5的自動駕駛了 我自己是覺得Forsal Driving到底能不能夠跨越LV2的門檻 對特斯拉來說可能是一項隱憂 因為最近針對Forsal Driving的訴訟已經是越來越多 相信隨著時間過去各位車主等待的耐心也會越來越少 當然我是希望特斯拉能夠早日達到當初承諾的目標 如果因為硬體的限制達不到的話 特斯拉是不是應該給已經購買的車主一些說法 不知道各位觀眾你們怎麼看 最後再次恭喜特斯拉於去年第四季繳出一項還不錯的成績 而且我相信今年第一季的銷售量將會非常亮眼 當然車輛的毛利率呢將會是這一季的觀看重點 最後提醒我美國是阿瑪的朋友 還沒有拿富途送的大紅包的話 趕快去進行開戶 現在只要入金3888美金並且維持90天以上 不但可以抽15股免費股票之外 更還直接送一股Apple的股票 這個投資報酬率真的無敵高 各位還沒拿紅包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了 如果你覺得我今天影片內容對你有點幫助的話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幫我按個讚 還沒follow我頻道朋友也記得按下中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話題 最後跟大家拜生晚年 祝大家兔年行大運 感謝大家今天欣賞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下次再見